各位網站的投資朋友 大家早安 趕快來看一下這個盤勢格局 在昨天廖老師區席一天 因為有一些公司訪談要去進行 不過這個盤勢格局 在昨天拉出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紅 可以把這個量能潮補出來之後 大盤順勢在一個主稱段的擴延波 繼續向上 那今天大盤已經來到了8314點 最高來到8317 那這個盤勢格局 由於今天補出的量能潮 量價是一個價漲量增多方量價 那同時早上的開盤八法 原先有一點點小壓力盤的一個形式 那在我們錄影的時間點 有一點點短播的一個突破 所以這盤勢格局我想 廖師一直跟大家報告是說 有太多是人為因素的老盤 類似像去年一個正所稅 其實這高點早就已經過了 那到現階段為止 大盤在市場今天早盤的一個氣氛 還是有可能去取消 那這個市場的氣氛 如果持續蔓延的過程裡面 那我想只要大盤有一些 指標性的一個個股 類似像我們一直講到這個 波段走勢的台積電聯發科大力光 在盤中的一個互相輪漲 去做一個撐盤的過程裡面 我想這個主升段持續向上擴延 週KD一個黃金交叉 至少都是一個8個禮拜到13個禮拜 慢慢慢慢向上墊高 量能潮出來速度就會比較快的行情 所以還是給所有投資朋友比較一個貼心的建議 就是說大盤其實8500只是一個形式上面的一個關卡 那我們盡量在這個聚焦過程裡面 如果行情按照國際股市這樣的發展 你完完全全空手 不去參與這波行情會非常可惜 那重點就是有沒有找到大家的獲利方程式 好不好 好那今天的看盤重點股 只要幾檔股票做一個表現 我認為分別是大力光 分別是鴻海 那以及3691的碩河 這是太陽能當中的一個股王 那能夠在今天中環盤做一個表現 那我想在昨天 幾檔太陽能相關個股的上規說明會 已經非常明確的表達說 在第二季有機會 這個比較樂觀的去做期待 太陽能的市況確定是回穩了 那現階段就看個股在財報上面 這個轉虧位贏的速度到底多快 今天有非常多的股票 都做一個強勢表態 那如果說碩河能夠在今天中環盤的位階 持續去挑戰這個漲停板的一個位置點 那其實是非常有機會的 首先量能潮已經出來了 指標最高量價最高 那同時把這個高檔去套牢 這個頸先的位置點剛好去做一個遇到 那問題是今天是帶一個跳空缺口的一個方式 直接取出非常明顯的量能潮去化解 高檔去套牢一個反壓帶 如果事況確定是往後走 那現階層加量能已經正式跟大家報告說 這兩人這裡有可能是一波 極短波來講一個主身亂向上的行情 那只是這個後續誰的延續力道會比較強 距離這個前高沒有破形態 或者是說這個維持這個高檔區 強勢整理比較高的 那今天那個反彈類似像35576是一個新日光 那由於前面都是先疊下來這個回檔一個 區間比較深刻一點點 所以今天先強談的是前面一波回測比較深的股票 但是這個中美金買了森陽科的一個股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森陽科這一波連這個整理平台都沒有破 那未來一個走勢會比較強的 反而是綠巨人森陽科的一個機率是比較大好不好 那我想大盤如果我說 過去投資朋友最熱愛的安息設計股 已經確認還在一個主身亂過程裡面 那現階段只剩下面板太陽能能夠再進行一個轉強 大盤其實要多少量有多少量 只是那個心理上面那個光卡一差會差非常多 信心稍微一點點指紋 外資法人的這個從馬沒有送弄的過程裡面 法人盤只要沒有看到說 外資比較明顯的這個翻手轉為賣超開始調節過程裡 我想這個盤式格局都持續往上走好不好 那為什麼說今天的大力光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們在D兩區曾經跟大家講到 這個大力光跟鴻海的全面反擊計畫 其實劉老師先講到鴻海 那才去跟大家講到說 那上游的大力光會走的比較快 大概是4月16號到24號那個位置點 那我們一直等到24號 那個大力光破底的位置點 才幫你一切入大力光 可是我們在盯著大力光買訓的位置點 其實並不是直接一口氣又看到 最主要是 來投資朋友 什麼是大家的獲利方程式 以及教訓指數剩下200點的位置點 馬上要8500囉 會不會太晚呢 我一直告訴大家 周縣的周KD的黃金交叉 中期的趨勢是助長的 所以過去的周縣的黃金交叉 價錢指數都漲這個千點的一個漲幅 所以我想這一波行情 這個空間還非常大 那證所稅每100萬 你只要交200塊錢 我認為實質的影響真的是相對比較偏低 那千萬不要因此而卻步 那重點是說 沒有太晚的問題 重點是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找到你的獲利方程式 好不好 來這張股票是2317的紅海 下跳三空 五浪加KD貝里等於向上極彈 兩根漲停漲停 好 那所以劉老師在這個 4月16號前後 我告訴大家 你現在在76塊錢上下 好這個位置點 你要開始佈局 好高檔區紅海套牢的人 要準備出手反擊 做一個反擊計劃 那今天紅海已經來到81塊7 好高檔套牢的人 是不能夠 擔心害怕的 要盡量的想辦法 這個加險嘛 如果你堅持只做紅海的話 尤其在2317的紅海 在日線圖的格局上面 劉老師會跟他報告說 那投資朋友 什麼是大家的獲利方程式呢 好 那所以 尤其在8000年以上 你買賣股票 盡量可以找到說 如果有一些形態 有一些技術面 有一些基本面的一個搭配 你在這裡佈局 不會說買進去 你只賺一塊錢 兩塊錢 賺一點點 幾%的一個價差 還要額外去繳鎖索稅 那當然 投資朋友過去以往 操作的習性一定是什麼 好 股票買進去之後 紅海賺兩塊三塊 可是套的時候 你套十塊二十塊 你都不肯走 可是賺的時候 兩塊錢就走 好 這個以數學來講 是永遠不可能賺錢的 盡量是說 真的有波段式 你在8500年 這個位階 最重要是 一定要 你挑出來的股票 先符合 有一個風險 跟獲利之間的比值 是正確的 比如說 你買在這個位置點 紅海漲十塊錢的機會 遠大於 再去疊十塊錢的機會 這叫期望值 對 你再來8500點以上做股票 好 那我一直教給大家 什麼是你的獲利方程式呢 好 五浪 下殺12345 加KD背離了 那是買進去 至少要兩根掌 停板相當的價差 今天紅海帶跳空的方式 是賺回了79塊錢 這個大波段的一個整理平台 所以 我認為這非常明顯的 這個下降壓力線 已經越過了 好 那 同志朋友 重點是 那76塊錢的時候 那老師請大家 要佈局反擊計畫的時候 有沒有掌握到 自己的獲利方程式呢 好 那反之如果說 呃 今天再講到說 另外一個類骨刺族群 來 3008大力光 所以今天在中晚版的位置點 你要持續注意說 這稍微補個量能槽 這個相當擴嚴的位置點 已經缺口站穩三天 大型態站穩了 那 現在本息比大概15倍左右 其實如果說 要去挑戰四位數 今年50塊錢的大力光 是低估的 那再加上蘋果 有可能在紅海 下游的組裝供應鏈 也已經質穩的過程裡面 第二季就非常可能 是整個波段的一個低點 好 蘋果的股價 他已經反彈了非常多了 那所以 呃 這盤式格局只剩下說 你有沒有掌握到 獲利方程是這樣的問題 好 所以 投資朋友就是進場找到一個 測距相對有的這個空間 再來去做一個進場布局 好 那再來 在二四五四的聯發科 有一高檔 呃 在前一波是進行領漲的股票 所以今天稍微有點點休息 但是 福冰不斷的崛起 今天 紅海蘋果概念股 大力光 這個蘋果概念股 那 在持續高檔 去進行一個強升 宏達電又沒有太深的回測空間 只是在等待休息整理 可是沒有 這個盤式格局 如果以 各股的內涵來講 目前 以劉老師過去 呃 非常熟悉 劉老師的人知道說 我們是市場裡面 如果做空是數一數二的 就 就我的經驗 就我的看法來講 這個盤式格局到現在 其實沒有任何破綻 好不好 那所以 呃 盡量要去掌握到 未來一個投資機會 那我們再來看一檔股票 投資朋友 這個是 三五六一的生陽科 在四月十號的位置點 剛好是 十九點一五 看到的位置點 好 同學 如果股票殺了 一二三 四 五 讓 破滴之後 指標沒有破滴 您有沒有找到 您的獲利方程式呢 這個價位是在二十塊錢 來 這個位置點 好 那今天呢 幾乎創新高 就是補一點點亮能槽 整個鄉形 主身段奔出 又是對增設兩項上的 日KD的波段買訊 今天也常常剛成立 所以太陽能族群 好像另外一個主身段 今天由 跌生的開始做一個強談 那我講到這個 碩核是今天中環盤的 一個看盤重點 重點是說 如果你找到分時指標 有劉老師所說的這種分時的 五浪加KD背零 應該就是現階段 你在八千五百點 這個位階 逼近了 心理關卡近了 進場洁入還能掌握的這個股票 這個價差會比較空間大 這個風險跟獲利的比值 對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想 所有交易的問題 我們理念就是說 投資朋友其實當科男 你可以選到漢偉科 你可以選到金豪科 你可以選到聯發科 我們這個脈絡跟分析的體系 全部都領先市場一貫相承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真的是沒有太晚的問題 是不是投資朋友 你有掌握到自己的獲利方程式呢 那如果找到了 我想八千五百點以上 不是義高人膽大 是真的這個盤式格局 在加權指數 這個週限成局的KD值來講 那呈現一個週KD助長 連續三個禮拜的過程裡面 過去在這個週限的黃金交叉 週限的黃金交叉 這個都是千點 週限的黃金交叉 漲了將近千點 週限的黃金交叉 這波行情多少呢 這個實體非常長 然後量能潮又補出來 這個紅K 那大盤現階段為止 是在一個非常大型的 一個主身段的格局結構裡面 應該是沒有改變的 如果這個形態上面站穩 投資朋友 這個至少這個形態的 整個等幅對震測量 在八千六百點以上 很快我們就要矯正鎖碎了 所以真的沒有太晚的問題 投資朋友你要趕快去找出 您的獲利方程式 否則行情應該在 很亮麗的過程裡面 每位股民平均要賺 一百一十萬 希望你能跟上這樣子 去掌握到投資績效的一個機會 好以上的建議 請供所有投資朋友做參考